前香港文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 和昔日映姓胡慧中的千金何家珍 今年首度出书推出诗集 家珍和父母 以及98岁的妈妈全家总动员来支持 虽然家珍平日都有分享美照上网 但首度面对这么多传媒 她都显得有点紧张 而穿着爱女的胡慧中 更全程在耳边提点家珍 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喜欢写诗 不过anyway无论如何 我做妈妈我怎么都要支持 支持她一个喜欢的正当事 不是犯法的东西我跟她说 我都是支持她 爸爸有没有看过女的诗觉得怎么样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对啊 不过我知道她呢 她小时小时不开心的时候 她又会拿着笔来写一下 开心的时候又会拿着笔来画画一下 我不知道她写什么 画什么东西 但是这么多年过来 就积聚了一些她的心得 这些不只是心得 是她的感情 是她的心路历程 无论她写什么东西 我们都是为支持的 家珍今天全家人都来支持你 你是不是很感动 是啊 很感动 嗯 要怎么报答他们呀 呃 呃 哈哈哈哈 呃 呃 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就是 呃 就是呃 报恩的 对啊 就是最好的方式 呃 因为呃 要多谢他们 多谢你们 哈哈哈哈 其实是要多谢很多人的 就是 就是呃 我刚才来的那些老师 还有要多谢你们 我想我将来想做什么行业啊 呃 没有啊 就是 就是 都是 有关 呃 传媒啊 还有媒体 或者是呃 KOL 就是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 都是 因为我都 就是 都是会有点紧张 因为都是第一次 这样很大的场面 根本